喂,大哥,你正常的概念,哪有人拍在山坡那裡的? 那條也不肯是正常的路,山坡有那些泥石的,會滑的 你又不知道你的車有多汽重,你拉小就有夠用? 你還要明知道下面還有路軌,還要這樣拍車在那裡,這些是不是不肯打包不行? Hello,大家好,今天就是講台灣的泰魯閣事故的一件事 重點跟大家說,這件事,整件事的因由究竟是怎樣 還有,我自己對這件事上的一些,我覺得有些問題可以提出來 讓台灣人或者台灣政府都可以反思一下,究竟怎樣才可以做得更好 以至在這件事當中,我有些什麼是比較深刻的 因為昨天我也用了一整晚的時間去看整件事究竟是怎樣的 希望用精簡的方法去跟大家講述整件事,究竟是怎樣 讓大家知道得更多一些,還有可以給他們多一點支持 如果有時間的話,就再跟大家講一下 中國網民或者中國的小朋友的看法 你媽媽看得到生氣了嗎? 我隔了幾天看,我懷疑微博那邊被人和諧了,不知道怎樣 總之我看到有些很差的留言都已經被人剷就了,或者被人屏蔽了,還是怎樣 我不是太清楚 我第一天,你頭的一兩天看,微博那些評論區 哇,黑心道啊,有時有心想 你這幫小粉紅,你不要經常說人家在那裡吵咬你 人家有事的時候,你可不可以吵人家? 幸災樂,還在那裡不清理整件事的來龍去蜜 其實這件事發生在4月2日,早上的9點28分夜 因為有個列車叫泰路閣號,在行駛途中,要穿過一個隧道 穿過隧道之前,很不幸有一輛工程車停泊在山坡上 那個工程車懷疑沒有拉手掣的情況下,就下滑了下來 那個工程車就下滑了下來的軌道 令到整個泰路閣號,這個火車,整個一下子撞到工程車 撞到工程車那裡,連帶進隧道 因為它撞到工程車那裡,所以就失去重心 進隧道的時候,就開始脫軌 脫軌的時候,就在裡面撞到隧道四周圍的迫道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剛才我也是所說的 其實是因為那輛工程車附近有一個地盤 就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工程車在山坡上面 其實是圍拍的,是不應該這樣拍的 就滑了下去軌道那裡 然後呢,那個泰路閣號呢,就一下子撞過去 對,以致發生這麼嚴重的死傷 可能有人會問,那都是撞到車上 為什麼這次台灣的傷亡事故這麼誇張 大家看看數字,它的死亡人數是高達50人 我說了整個車廂,是包含了站位那些 是有500人左右,498人左右 死了十分一人,是很誇張的 然後我還沒計算其他百多人走的意願,即是受傷的 你還沒計算過一堆 即是你可以估計到,基本上有一半的人都是受傷 是恐怖到這樣 就是為什麼,區區一輛工程車 就是為什麼可以令整件事演發得這麼嚴重呢 首先,跟大家很簡單講一些原因 首先第一,那個泰路閣號呢 它本身的時速已經是相當之高 當時那個速度,泰路閣號的速度 是高達125kmh 你問我,我自己開開電單車 如果我自己鼓勵,我自己鼓勵 你怎麼鼓勵,你怎麼鼓勵復 你怎麼鼓勵,我真的很煮,我整個人已有十米外 我整個人也不懂得動,我一整個人不懂得動 還不懂得動,然後我又跑了走到哪裏 然後頭去那邊,手去那邊,即是撞擊力太厲害了 第二點,就是當時跟那個工程車相撞 而很不幸的就是,其實他相撞後 其實那輛泰路角號 是撞完之後 失去平衡還要進入隧道 這個才是重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你失去平衡 正常都會出軌 整輛火車都會出軌 但是出軌的時候 最多可能都是翻側 為什麼我說這次特別嚴重呢? 就是這個隧道 當它撞進去的時候 本身已經是失去重心 所以當它撞的時候 就會變成那些蜈蚣 重點是 當你進入隧道 然後你屈起來 因為隧道的位置很窄 隧道的位置不讓你屈 所以除了受到工程車的撞擊之餘 你進入隧道 你會再撞多次隧道的很硬的牆壁 所以基本上你會受到二次碰撞 怎麼可能會輕傷 有一種世事無常的感覺 每一次看我的直播都覺得 沒有想過 可能大家平時搭開的 一些 就是透國號也好 或者貨車也好 但是在假日這個期間 就是因為一輛工程車 就搞到死了這麼多人 而在這一次的事上面 那我自己會覺得 我會想到幾個問題 我自己也有抹底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如果有台灣人的話 也可以想一下 或者可以反應給台灣政府聽 好嗎? 因為你們都算有民主制度 我們沒有香港 我們就收皮了 在這次的事故上面 最明顯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附近有一個工程出現 但是 都沒有一個圍欄 去頂住它 對不對? 你應該是一個工地 有一個工程做 你不要說別人 我們在香港做工程 起碼都有一些圍欄 有些板 頂一頂 除了不想讓人看到裡面是怎樣 之外 你也不想裡面有什麼意外 直接影響到外面 尤其是外面 尤其是外面主要是鬼 這個就是考慮到一些 台灣的工程安全意識問題 究竟你們怎麼解決 你們可以在這方面再想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大哥沒有一個圍欄 你想想如果有一個圍欄的話 最起碼就是 可能車子都未必拍到那裡 對不對? 不會拍到山坡那裡 對不對? 還有就算有什麼事 可能有些事情都頂一頂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就是 就是工程車的負責人 以至是工地的負責人 他就叫做 李二祥 李二祥這個人 他本身 就已經是有很多不良的背景了 即是被人揭發了 他偽造文件 他批圖 批圖 批圖自己有為難 然後 就向政府申請那些津貼 但是 這條幅加不加產 即是他本身的背景都不好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他在五年裡面 他還要多次去負責政府的工程 即是他負責的所謂的 疫情營造有限公司 在2015年至2020年期間 在五年裡面 他包含政府成十九個標案 涉及的資金是高達二億 我屌你老母 即是中間有沒有什麼 官商勾結 還有說 有人拍到他 在出事那天 其實他那天也有在場 然後我上網看到 你媽媽 這條幅加產 被人拍到 在山坡上看東西 在吃花生 撈你的臭屌 下面有事 這條粉皮 就在上面看來看去 因為他這條幅加 開了工程車在上面 他說了有拘捕手掣 我告訴你媽媽 你正常概念 哪有人派在山坡上 那條也不肯是正常的路 山坡上有泥石 很滑 你又不知道你的車有多欺重 你拉小便會有夠用 你最明知下面還有路軌 還要這樣泡車 這些是不是不肯打包 這些 你媽媽完全沒有意識 還有讓我找到那些 看看他 駕鞭屎 真是 這些屋子有多少人有錢 是不是 即是藍位的基層市民 在搭巴士 在搭火車 這群人有駕鞭屎 他有駕鞭屎 哪有天理 駕鞭屎 駕鞭屎 這個是提到我 補充資料 他的駕鞭屎 之後被人發現 其實他本身的車齡已經很舊 幾乎是26年的 駕鞭屎 所以 駕鞭屎已經是虧的了 你老闆 你拉手掣有夠用嗎 是不是 可能都是失靈的 你不要駕鞭屎 你不要駕鞭屎 蹲監 到這件事之後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可以說 就是 台鐵 台鐵的監管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值得去反思一下 台灣人 其實台灣之前都已經發生過 類似的大型台鐵事故 我們說回對上一次 就是2018年 普游馬列車 但他那件事就不是 因為撞到工程車 普游馬列車 就是因為 超速的情況之下轉彎 以至令到脫軌 整個衝了出去 其實民間 台灣人都已經有說過 台鐵有問題這件事 甚至是當時有民間團體 有向政府提出過 要好好改善台灣洩路的問題 包括工人的福利 工人的上班時間要有限制 不要太多超市工作 之前是有說過這些事故 的一些處理方法 其實2018年的時候 台灣都已經是 作出相應的措施去解決 例如說之後會加那個 ATP 列車自動防護系統 這個系統就是 幫那個列車當超速的時候 就可以控制它 不要讓它超速 令到那些車運行得好些 監管方面 之前政府都已經有 一再強調 承諾過會改善 2021年了 台灣到現在 你真的 台灣真的做得差 都過了三年 你還整個屁股 台鐵這個問題 你還未解決到 根本的問題 是不是 那你怎樣 你只跟市民說 如何改善 又加什麼 什麼 自動防護系統 有用嗎 歸根究底 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希望你們可以 想多些 真的去改善 我還未算 泰路角號 那些火車 還在沿用著 以前那些 設備 還未能改善 你不要再停留在 以前那些90年代 尤其是系統上面 都要改善 不要覺得以前的東西 還在用得到的 就繼續用 好嗎 再去到 就是 除了這方面之外 其實台鐵本身 也有一定的責任 你想想這麽大的事故 路軌外面 居然是有一個工程車 但也沒有人監管它 就是這件事 是不是都需要負責任呢 你怎可以容許到 有一個工程車在那裡出現呢 因為當時是一個假期 工程是說明是會暫停的 是你不會開放的地方 不會有人過去的 那些理義場 會走過去 開工程車 停在那裡 這個是不是監管不力 如果你監管得好 你都會派人去 查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從這件事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首先是工程 即是安全意識 以至是台灣台鐵本身的問題 都一直累積著 2018年普游馬列車這件事 都還未改善到 到現在 你可以改善到什麼 那時候說到如何監管火車 你現在不是出事嗎 你監管這傢伙嗎 今次從這件事 經一事長一事 反省一下 真是去落實改革一下台鐵的制度 最後 都想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今次中國大陸的小粉紅的留言 在這裡我生氣 幸好我監管得快 我昨天再上微博看 你全部都是什麼 R.I.P. 冤死者 安息 要安心上路 你頭幾天的評論 都不能這樣 是不是 你真的要被你揭發這些東西 首先第一個就是 日本高鐵的技術到台灣出現了問題 有個小粉紅就這樣說 收拾了 你媽媽 現在不算是高鐵 不算是火車有問題 不算是它的動力 不算是它的系統有問題 是有一個工程車 不知道為什麼拆掉 掉了下來山坡 然後到一個路軌 一下子撞起來 才有這個事故 是不是 關不關靈件事 還有一個 說什麼 都是我的鐵路安全 就是中國的鐵路安全 平衡公路和高架橋 都進行了防護 這個我只是拆掉一半 真的 因為始終台灣那邊 我真的覺得 有一部份真的不大幫 是沒有一個圍欄去保護一些工地 但是 你的鐵路安全 我拆掉你了 你鐵路安全 2011年 還叫什麼溫州那些動車 天橋拆掉你 整個動車都掉下來 這樣拆掉你的安全 整個車廂都掉下來 最後你們中國又怎樣處理 你們中共 壓了車廂 埋了人 知道嗎 你老母 紅狗狗 還有一些說 快去找美爹 我屌你 有關的事嗎 還有一些 黑心到 又說少了51個潛在的淵娃 撞你的臭街 多賤格 所以那些 小粉紅 真的不屌 不行 是不是 好心你 你這群混蛋 經常說什麼叫人尊重中國人的時候 你先看看自己的留言 你有沒有尊重過人 你2011年 剛才溫州那件事 我有沒有笑咎你們中國人 2016年我還記得有一宗火車事故 你們這群混蛋 我有沒有笑咎你們 2020年3月 你們都有一宗火車事故 我有沒有笑咎你們 你這個臭街 這些就可以反映到人民的質素 就算我真的說你們這群人 我也是說你們共產黨對你們 怎樣就怎樣 你們這群混蛋 請下 不屌你也不行 你們這群暗默嘴 我今天都比較想 希望可以聽到多些人 對這件事的看法 還有 你當是 大家為台灣人打客氣 好嗎 看了直播的時候 最深刻的畫面就是 有個爸爸抱著他的女兒 他有兩個女兒 有個大女兒 一個小女 他的大女兒是重相 但他的小女兒是很不幸的 因為他離世了 你要一個男人 他做到這樣 還有要令到一個男人 這樣放聲大哭 就是浩濤大哭 其實是很難的 你要問我自己 你要問我 做到要我哭了 很聲勢力氣的哭出來 還是一個男人這樣做 是很難的 現在就最後一個 Coin的環子 好嗎 哈囉 聽到嗎 哈囉 是不是TY TY哥哥是不是 不是TY 神經病 看錯了 哈囉 Nope hello like 按鈾 按鈾 全部都是簡體字 anywhere 你說關索 差不多 什麼台灣 你們一定是窮 我也不理解 而且 從那開始看 TD 的留言区 有很多產體字 事情 我現在得到下一位 MANDY Hello,Mandy,是嗎? 喂? Hello,Mandy 一對女生的聲音,聽得錯了才不是開玩笑 Hello,Mandy,你好? 聽到嗎? 可以馬上說話就行了 不用怕走的 沒問題 這裡有Jer哥哥跟你直線對話 喂?Hello,Hello Mandy是不是消失了? Hello 我可以現在認句嗎? Hello,Hello,Hello 喂,Hello,Hello,Hello 台灣人差不多是走到死 看到醫護每一條屍體 然後找出來的時候 真的沒有想哭 對,你有看過有一個醫生 他曾經受訪的時候 就分享過一個經歷 就是他最後要踩住那些大體 就是那些屍體 而去救一個人 最後有沒有什麼想跟台灣人說? 真的加油 好,感謝你,Mandy 我們到下一位了,好嗎? 各位聽到嗎? 見到死了這麼多人 固然都會不開心 除了看到這些事情之外 有沒有看到他們救援的時候 譬如醫護 有沒有什麼鼓勵的話 都可以跟他們說? 真的沒有了 真的嗎? 沒有了 好,感謝你簡易潔地 跟我分享你的心情 給我聽聽 Daniel仔 Hello,Hello 聽聽到,語氣 為什麼這輛車 會突然失控在火車上? 那個是工程車 那個工程車移動了下去 然後一下子坐進去 其實那個司機都不想的 還有沒有什麼想跟台灣人說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 好像港交流好像很快 但我也要說一下 台灣的人加油 都會支持你們 好,那我們再下去下一位 不過呢,看新聞 好像說 那個司機最多都是被人猜五年 最多都是坐五年監 就是死了一輛車人 坐五年監 神經病啊 最多就是坐五年? 哇,那這件事真的很不公平 如果真的他就是坐五年 是真的聽說我身邊有個同學 就說他家人 很不幸是這次事件 一個比較好的鐵路系統 為什麼他都會造成這個支持的事件 我就是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我看回之前上網 有些受訪者其實都有說過 其實台灣的鐵路 是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好的 為什麼他一定要這樣呢? 他不去update一下自己的系統 可能是那些惰性 有些人總是這樣 覺得那些系統還能用到就用 不要管了 用來用來就弄到這樣 我剛剛的Cheesecake的聲音 真的蠻好聽的 真的私心一點 那句話 那一輩子女朋友有沒有上線 是死定了 沒關於這樣的事 死定了 是啊,不要叫我追哥 追哥就可以了 我沒那麼老的 是不是? 因為說了是清明家人進師工 就是拍車 其實正常來說 那裡都不會拍那裡 都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拍那裡 是圍拍 那裡真的圍拍 說得對 我看到那些小粉紅其實都很過分 基本上每個天災都很分別 2004年印尼海嘯也是這樣 之後台灣921也是這樣 他是狂地在那裡 叫人家尊重他 他的天災一定要叫人家尊重他 說人家不可以罵他 我真的要吵他 他自己有事就要人家尊重他 人家有事就要人家尊重他 這是什麼國家 是不是? 沒有的,其實沒有數字 沒有啦,今天差不多到這裡 都很開心聽到大家的分享 各自分享自己的論點 給不同的觀眾聽 各位觀眾的想法 究竟是怎樣呢 我覺得這個良性的活動 是一件好事 好啦,還是那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的鈴鐺 再收看 拜拜 bit 把語音